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示感浪 我是飞桥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 欧美股时间晚的收视情况 美股反复靠稳 联储局3月议息会议记录符合预期 美国上月通胀数据温和 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到岸年上升2% 是超过一年来最少的升幅 股份方面个别发展 科技股上升 苹果股价升近0.6% 工业类股份就下跌 波音股价再跌超过1% 大美航空就上条收入预测 上季业绩较预期好 股价升1.6% 道歧斯指数靠稳 全日高低点数波幅超过8点 收市微升6点 暴在26,157点 标普500指数收市部 2888点 上升10点 升幅超过0.3% 纳斯达克指数高收约0.7% 报7,964点 上升54点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个别发展 回号ADR报66.68跌0.4% 中移动报77.25跌0.78% 中联通报10.1跌0.1% 中人寿报21.52跌0.36% 三桶友代向上 中海邮报14.93升0.08% 中石化报6.28升0.49% 中石邮报5.25升0.46% 以个别发展 欧洲央行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 但央行未能提供分级存款利率 及新一轮的银行低成本贷款计划细节 银行股偏远 对息口敏感的地产股就上升 另外 德国商业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的合併 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德国商业银行股价跌2.3% 联敦富士100指数乘幅低收 暴7,421点 未跌3点 法兰克福DEX指数高收0.5% 暴11905点 巴黎CAT指数上升近0.3% 收市暴5449点 接着看商品期货方面 油价上升 美国能源资料处数据显示 上星期美国原油库存大幅增加約700万桶 库存升至近17个月以来最高 但在稀油库存大减770万桶 减幅是市场预期的3倍以上 亦是2017年9月以来最大的跌幅 另外石油输出国组织报告显示 委内税和原油供应进一步收紧 上个月的日产量跌至96万桶 是上期以来的低位 消息都对油价带来支持 纽约旗油收市报每桶64.61美元 上升63美线 升幅約1% 倫敦布兰特旗油足球每桶 71.78美元的5个月高位 收市轻微收窄升幅 报71.73美元 上升1.12美元 升幅約1.6% 接着看金价 金价升至近2星期的高位 主要是投资者忧虑全球经济和贸易紧张局势 避险需求增加 加上欧洲央行和联储局预料 仍然倾向宽松的货币政策 也有利金价表现 纽约期金高收0.4% 报1,313.9美元 现货金曾升至1,310美元以上 最新报1,308.4美元 接着看美元回价 美元和欧元变动不大 联储局和欧洲央行就暗示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迹象 和贸易紧张带来的风险下 倾向保持利率不变 美元指数报96.913 乘幅下跌0.1% 美元兑港元买入价7.8370 日元111.05 欧元1.1275 英镑1.3097 瑞士法郎1.0018 嫁元1.3324 欧元0.7166 樓元0.6766 和大家看看美国国负债券息率的表现 10年期债券息率部2.47 30年期债券息率部2.89 好 今天的环节有Stanley 和我们嘉宾Stanley 你好 Stanley 看到昨天美股的表现 国别发展 导致终止了2年跌 大家都看着3月份联储局的会议记录 看到几个官员也表示 今年加积的次数 由相似预期的2次降到0 其实联储局的甲派讯号更明显 其实看到高盛 亦将未来美国四季经济衰退的几率 由去年第四季到 估计会衰退20%的几率 也说到略高于10% 认为联储局的甲派讯号 其实都可以降低美国经济下滑的风险 但Stanley 一向都看泰美股 你又怎样看高盛这个看法呢 你说现在联储局方面 似乎加息可能性就真的不高了 而且反映了 他现在都释出一些寬松的预期 另外夹晚的时间 你看到副总统彭斯 都好像附和川普 都好像想叫联储局方面 都可能要减息 其实你看到这些数据 美国这一刻 真的未到衰退的景点 因为我确定的 他们的数据是差 但是差是未至于欧洲的情况 欧洲这一刻真的算是差 但是问题是 美国的数据好像要转弱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做这些动作 我好像说不假设有机会 甚至减息这些动作 对于市场的气氛 应该是有些 帮助我这样 但是你说是否真的行 因为其实很快大家都知道 这个星期五开始 当地的公司都会出一些业绩 其实你说业绩的好坏 对于美股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大家看下去的话 你说美股的盈利 即那些企业的盈利 是不是真的可以 这么顶着美股的股息呢 我觉得机会都 都比较上是 但是美股是有一个 调整的一个压力 嗯 好啊 而且未来美股都要看跪跡 因为陆续都有个业绩的公布 在这儿 不过就是看完美股之外 其实见到内地股市和港股 都变得不大 这几天其实都不是说 拉脚 拉脚 但其实今天大家的焦点都看着 腾讯 是的 都在谈的 因为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都弹上去400元 是的到我的目标价了 是吗 是吗 没有满意吗 现在初步你再看高一点 没有啊 其实我没有这么说 为什么 就是觉得正常 正常 正常 这400元都是我年初 一早订下来的一个目标位 现在就到了 但是你说 有没有机会再上呢 因为今次去的那个价 跌跌今天的时间弹得这么厉害 最主要是 昨天的时间出了 有个游戏和平 和平精英 和平精英 其实我都想看过下一个东西 什么一回事 他说好像有些大制作 当然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 但是 市场的气氛 对于他来说 有多重的叫做你好 但是 就是 平常心 我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不知为什么 就是他升上来 但大家都很兴奋 回到400元 回到400元 可能是吧 但是可能 可能不知道 可能你说 这次有游戏批这一刻 我其实知道 前一天的时间都在想 因为通常大家 如果大家留意 那些游戏批的时间 通常是 9日或10日 都会公布出来 所以有些都预认了 会有这些消息公布 但只不过是 是猜不到 腾讯这次又有份 而且 没有的 因为他这次的游戏 都有点 好像 跟这个绝地求生的玩法 应该是有些相类似 就是这些 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说 是否市场会觉得 既然这次游戏 都可以给你玩的时间 你自然 另一只游戏 都有机会 可能会获批 不知道 这些的憧憬 不过就今天来计 你见到 那些价格 充高完400元 之后 现在都回回 现在是395个多 但是 没有的 都是平常心 有货味 先拿着 但是 你说现在没有货 你现在博不博去呢 那 400元都是一个 应该有一个参考的价位 它穿不穿 我想到有些啟事性的 你说真的想买 现在这位 你博去大概去400元 好像真的不会直博 就是昨天都说的 昨天你说 那时390元左右 你博不博去见400元 那你见的水位 又得了10元 好像不直博 所以现在这些位 你说要博去 我都不建议大家博去 说真的 宁愿有货的 就先拿着 但其实腾讯都懂得法力的时候 会不会都带动到港股 可以再充高一点 都真是良体 因为港股 甚至乎 甚至乎 你说已经升了浸上去 现在这些位 反而我会觉得 都是拉脚 其实你说拉脚是没有差 现在这些都叫高位 拉脚下又没有坏 但是 拉脚到何时 或者说究竟 究竟我们说 究竟有什么时候出发 突破 我想暂时也真是难 你见今早公布了一些数据 NCPI PB的数据 市场都没有反映 反映反映 就是似乎大家都 都没有 可能到这些位置之下 都是在可能 那个气氛上 都是处于一个比较沽望的情况 暂时都是在三万点附近的附近 三万点 留上留下 叫什么 留上留下 接着叫做拉脚去陪陪住 但其实见到 中美贸易方面 又有些好消息传出来 又说 落实了一个监管机制 当中也都包括 新的强制理约办公室 会成立 其实见到中美谈判 又有进展的时候 会不会都是一个支持 没什么支持 没什么支持 反正你拖更好 其实等于脱欲一样 我实际上强调的 你拖更好 拖去买个憧憬 但如果你本身落实了些东西 反而大家会计较 哪个有着数 哪个不着数 现在你说这些 这些宗美谈判 没有 到现在这一刻 大家都是赶 对 好像很虚谓 又不是太实际 又没有实际 大家都是等的 所以反而地下转 现在都是炒股不炒市 你看我试一队都下去 但是那边的股份 好像腾讯这些 就捉住 这样 好 即是港股 暂时拉锅住 拉锅住 都是这样的 好 也都谢谢Stanley 和我们这么长的分析 又跟你申报 是 下次有腾讯 下次有腾讯 好 谢谢 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 要财Money Hunter提提提你 验货黄金卖入价是1307.19美元 卖出价是1307.61美元 验货白人买入价是15.208美元 卖出价是15.2595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Money Hunter提供